中東緊急妻子陳美琪 分別為兩位發言人 戴上特質幼帽 象徵加入團隊 大家庭 好可愛喔 好美喔 外界焦點都在亮麗搶眼 有最美正代之稱 竹男正名代表陳怡化身上 在議長跟我聊天提到說 我之前有宣布不參選 跟竹男正名代表的代表連任 那是不是可以借一個 這個清新的特質 以及溫柔女性的力量 那來加入團隊 中東緊陣營延攬陳怡化 擔任發言人 除了他之外 洪志彥目前在大專院校 擔任講師 曾任頭份正工作秘書 好 西湖柚子真的很棒 而且我們種植的面積 高達150公頃 中東緊打出雙發言人策略 他的對手謝福宏 頻頻喊出唯一正藍軍 找來的發言人陳馨宇 來頭也不笑 我跟他是一面之眼 可是我們一面之眼 我們一談 就彼此就知道說 我們對於他的想法 我們都非常認同 陳馨宇有德州州立大學教育 碩士學歷 曾任27年公職 退休後轉為教職 他說想法與謝福宏相當契合 決定加入團隊助攻選戰 而民進黨苗栗縣長參選人 徐定真則說8月30號 將召開決策會議 目前發言人尚未出爐 他自己就是發言人 凡事親力親為 選戰倒數各陣營推派出的發言人 不只成為亮點 也拚誰最能夠如虎添翼 下日新聞 黃孟臻請一姐妙力報導